大家好,我是叶波罗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欧元是什么样的 给你们看上面都有什么 现在我们手里有所有面值的欧元 这个前上面的图案是欧洲的建筑历史 我们现在一张一张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五欧,希腊时期的建筑 十欧,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二十上面是哥特时期的建筑 五十上面是威尼复兴时期的建筑 一百欧,巴洛克建筑 面值越大了前面积越大 剩下这两张我们平时很少用 甚至很少能看到 两百欧,十九二十世纪的建筑 这个是在欧元中面值最大的钞票 五百欧 五百上面是当代建筑 我几乎没怎么见过这张钱 在超市如果想用的话会把它们晒掉 它们不会收 这个钱现在还可以用 但是银行已经不发行了 欧元的背面都是桥 它们也是按照历史时期划分的 每张欧元上面都有几个女性头像 她是古希腊番绰中的欧罗巴 她是周四的一个妻子 欧洲的名字就是从她这来的 欧元有两百多种范围设计 但是在欧洲还要小心 偶尔还是会遇到家超 最常见的家超是二十欧 欧元在欧洲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能用 比如说瑞典 科罗迪亚 捷克 这些地方都不能用 而且瑞士不在欧盟 他们也不用欧元 欧元英币分两欧 一欧 五十分 二十分 十分 五分 两分 一分 美中面制的硬币正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背面每一个国家都会出自己的图案 很多人想把它收集权 但是是挺难的 这两个图案都是德国的 两欧硬币 德国的硬币是最无聊的 要么是这个鸟 要么是这个门 这个你们肯定知道是哪个国家 是意大利的 上面有大分企画的那个小人 这个是欧元最小的面质 一分钱 虽然它很小 但是在潮湿经常会用到 最后一张也是最生气的一张 是这个铃 拿它什么都买不了 而且你买它也要花两欧元 这个是我们在汉堡卫星世界买的 它属于纪念币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会喜欢 请点赞 关注 转发 祝大家多长钱 欧元 人民币 是钱就可以了 拜拜